好,我們再來講到歷書的另外的寫法 像接筆的部分 比較有一些技術性的 比如說我們來寫 口字的這個彎度的接法 你看 口本來就是這樣寫 你看進去往外一點 然後平行 接筆 然後再接回來 那你看這個 這個的接有兩個方式接 一個是從外接 從外接 但是也不能拉太長 這樣子接 還有一個從內接 從內接是抄過來一點點對不對 從裡面拉出來 這樣寫法 比如說我們來寫口 寫口 從這裡接過來 一點撇的感覺 從這裡畫 從外面 從外面接 有沒有 從左邊 拉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從外面接 從外面接 剛剛是從 這從外面接的 這從裡面接 從裡面接 也可以這樣接喔 一點點回收 所以呢 這個是內 從裡面接 這從外面接 從外面接 再一遍 進去 這樣對不對 從外面直接接上來 從外面接 重新畫 拉過來 從裡面接 進去 長 這樣過來對不對 從裡面 還是一樣重新來 從裡面拉出來 有沒有 外面 裡面 不一樣的接法 但是原則上 原則上 都要重新 重新 起筆 重新 拉動 好不好 不要 比較少這樣直接彎 比較少直接彎 比較少直接彎 當作兩化來寫會比較好一點 大概就是彎度問題 另外它的斜度問題 有不一樣的寫法 比如說 以朝拳碑來講 朝拳 朝拳碑是比較有三角形的痕跡 比較圓潤 你看看口的寫法 會常常這樣 這樣下來 然後這樣過來 然後這樣 有一點三角形的寫法 三角形 但是它 倒沒有真正很三角形 是有一點點 從 外而內 從外而內 這樣寫 這樣會比較穩 那你如果是到三角形太明顯 就不好看了 就比較不穩 那像 呃 鯉器啊 或者是 呃 鯉器或者是 這個語音啊 就 比較 特殊一點 就是說 它口字 第一個 有一點像 呃 撇的寫法 有一點直的 又像 往外彎出去 一點點對不對 然後這樣過來 這樣 這樣 有一點斜 再畫下來 這樣也會很穩 好 我們再看一遍 從這裡一點點往外 然後呢 橫的比較細一點 好 這樣拉過來 有點這樣 看起來這樣 字會比較穩 好 好不好 你們看一下那個口字的寫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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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好 好 谢谢观看